大家在這麽波動的市房 如果你想離場或入場 那怎做呢? 我之前有個視頻已經建議 大家都是要分斷沽售 如果你是覺得你的股票 你想賺錢 但又可能想等升勢 那怎樣呢? 是否一次過賣光 我都是建議分斷離場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各位朋友 今天是國內十一國慶之後 第一個開市日 所以大家都很期望 今天會有一個 起碼A股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聲勢 還有今天法改委都有些公布 那我就會從A股和港股 今天那個走勢 我們用最小的每分鐘圖來比較一下 他們的走勢究竟有沒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還有有些甚麼不同呢? 首先看一看今天港股成交是非常多的 不過港股反而跌了 跌了兩千點一日之內 成交六千二百億也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們這幾個星期 過去一兩星期到現在 其實我們一直見證的歷史 也有朋友在我頻道留言 通常如果你問個別股票 就比較少些去回答 也不太適宜去評論個別股票 但我也會有分享 如果我自己是之前做過一些買賣的 已經很久以前了 我都會分享一下 還有我都會建議 大家在這麽波動的市房 如果你想離場或入場 那怎樣做呢? 我之前有個視頻已經建議了 大家都是要分斷沽售 如果你是覺得你的股票 你想賺錢 但又可能想等升勢 那怎樣呢? 是否一次過賣完又怎樣呢? 我都是建議分斷離場 我自己都跟大家分享了 我自己都有港交所 都是之前分斷離場 我港交所在最後那部份 都在昨天離場了 昨天我是以396元沽 最後那部份都沽了 今天港交所都跌了比較多 所以昨天沽的位置都算比較高 那後市怎看呢? 是否應該再買還是怎樣呢? 先看股市 今天A股一開始大家都預期 餓了那麼多日 很多股民都開了戶 那一定是一開始就漲停板 很多是漲停板 個別公司很多都是10%有漲停板 那整個股市都抽得起很多 由3300幾點一下 第一下已經抽到3600幾點 A股 港股今天整體來說是跌 但是為什麼跌呢? 大家看 當然有些說法改委的公佈 沒有好像預期那麼強的力度 當然這都可以當是消息這樣炒 我們第一看法改委 其實就在10點開記者會 10點之前 香港有股市 內地有股市 10點之前 其實港股就已經跌了 港股在10點之前 大概30到45分鐘左右 應該就跌由22,900點左右 一直跌到10點大概是22,000左右 差不多跌了900點 一千點 今天跌過2000點裡面 起碼一千點就是法改委記者會之前跌 法改委記者會 但是法改委記者會一開 當然是10點開始 今天股市又跌 由10點又跌到10點半 10點30分 30分 A股都是這樣 今天的A股和港股在一天之內 分中圖是很同步的 我見底你又見底 我見頂你又見頂 我出現大洋竹你又出現大洋竹 那些大陰陽竹主要是吃飯之前 中午之前就比較大波動 中午之前大戶就在駁殺 中午之後那些陰陽竹比較少 可能省戶就決定買不買 就是這樣 你見到但是不是那麼看那麼淡 法改委記者會公佈到10點40分 又開始買入了 一直買到中午左右 所以其實法改委10點公佈 一下去又上回來其實 在上午就是平了 如果從上午說法改委記者會的效應 不是正也不是負 因為一負一正就cancel了 那港股呢 所以基本上跌就是跌了法改委公佈之前 那裡其實又不是直跌 有跌落 即10點9點幾乎10點 港股就有跌 又升少少又跌 又升少少 所以那時候都是一些大家在駁殺 也都可能有些套現離場 所以今日的跌 你說是否因為法改委的消息 我又覺得不是全部 因為如果法改委消息 他應該不會回頭去回21,800點 去回法改委記者會10點之前的水平 所以法改委消息一負一正就cancel了 然後橫行到中午 那真是跌就是陰跌 今天另一千點就是陰跌 就是開市之後 然後慢慢由21,900點 慢慢跌回到21,000點就鬆些了 所以今天因為你見到 比較波動大也有大跌 所以可能那些省戶就沒甚麼信心 有些就套現離場 那就可能再看定些先 那你見到今天主要的pattern就是港股 A股升跌走勢差不多 大陰燭大陽燭出現的時間差不多 兩個就很同步的 除了A股是第一下就升上去之外 所以我不是很同意說 今天大跌兩千點是法改委造成的 因為法改委記者會之前已經跌了一千點 法改委之後雖然會有跌大反彈回到中午 而省戶在下午就慢慢陰跌 所以我覺得省戶暫時可能見到今天波動比較大 就先套現或先看定些 跟著後市會怎樣看呢 或者你有股票沒有股票應該怎樣做呢 這陣子都會波動大 因為那個成交是非常之大 也就是說有些大戶在搏殺著 可能扯得很高也都跌得很低 所以大家如果想入場的話 就不要一下過萬中中走去 也不要全入去買一隻股票 一定要遇到一些空間給自己走 和給自己套利 最穩陣的做法就是譬如你覺得現在 某隻股票你喜歡但又可能很波動 那怎算呢 你可以設大些的buffer 譬如你現在這個水位 你覺得這個水位你也看好 那你便在這個水位之下設20% 如果跌20%你撈到便撈到 撈不到便算 撈不到便明天再撈過 另外如果你買了很多 都可以分段離場 譬如你現在覺得你想賣 但你譬如你買的股票 當然你可以一直不只賺 一直賺得很高 但如果你覺得賺20%便心足 那不如一買之後便撈到20% 那它升了減了便便買了 明天便再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可能是每一日限制自己的波幅 原來賣賣就好過一路進去 然後就長渣或者長股 那另外就是之後的市會會怎樣呢 以及個別股票會怎樣呢 那你回看板塊 今天主要跌的就是國內地產股 內房股 因為法改委這一個政策 主要是針對內房房地產 不是針對銀行、金融部分 所以大家覺得這個力度 可能未必足夠去撐起樓市 或者房市 所以之前升了比較多的內房股 今次都回吐得比較多些 所以這個板塊 譬如內房股這個板塊 我覺得有些波動 是比較風險大 有些銀行股今天都回吐了些 但整體上銀行股 今天就比較穩定些 其他板塊都沒有譬如內房股 那些跌得那麼大 如果你說是一個 不是法改委公佈效應 而是股民今天覺得股市有大跌大升 它就慢慢慢慢套現地牆 整體上的升勢可能都未必是完 因為你看回我們比較A股和港股 A股如果你覺得是由2700 升到現在3400左右 其實升了三成 港股看你看多少升上來 你當是18000或17000 如果18000升到現在 只剩下21000 其實都是升了兩成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從底升到現在這個位 港股是少於A股一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港股還有少少空間 短期來說就是少空間 當然長期來說 你沒有說會經常這樣急速升 那就看回個別的板塊 和個別的股票的基本分析 大家都覺得建議就是 千萬不要all in一隻股票 以及不要只買單一方向 都會有些風險 盡量看著風險 減低自己的波動性 也不要真的借很多錢去做孖展 去炒股票 因為市場始終還是比較波動 經過今天A股開始的大漲之後 我覺得有可能都會漲多幾天 因為內地其實限制了那個漲幅 10%就要停板 即是說你漲到停 很多公司都說 今天大家可能看到不止漲10% 法國位的消息其實 又不是一個很長的壞消息 它只不過是沒有預期的力度 它也不會因為法國位的消息 而影響到之前金融改革 比較大的效應 所以法國位的消息 大家可能是一天兩天消化了 然後就看回大家對整體經濟的表現 如果今次股市真是因為一些財富效應 而可以譬如Spilver到樓市消費 那股市的升幅可能會維持得比較久些 大家都要謹記千萬不要借槍炒公票 一定要穩重 還有要自己做一些研究 不要人講理由去聽 但如果你有甚麼問題 就可以在頻道下面留言 但要記住 盡量不要問過股 雖然大家都是想給你個號碼 千萬不要問這些 第二如果你是不同意 譬如我的說法 也可以留言 說一下你的原因 不要只是罵 因為如果我看到一些比較粗俗的 只是罵的人 沒有說原因 我通常都會刪掉 好了 今天就分析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冷靜一些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請看